在芳物春岛离开灵蓝后成为灵蓝新一代守护神的哲顿 能否守护好这片不良的热土 本集开始前先回答大家两个疑问 第一个目前更新的漫画 乃是发生在芳物春岛刚刚毕业 月导花还未入学属于九里虎的时代 第二个龙谷炎之漫画还会更新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打算先更新完九里虎 这部漫画在今天就会结束 请大家耐心等待 上集我们讲到武装战线第五代头目 五天好成为了给自己手下铁生复仇 竟独自一人带着铁生来到灵蓝 打算直接会见灵蓝霸主折盾 而这位灵蓝目前的霸主 完美地继承了春岛那爱出风头的性格 现在的折盾与之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经历了上次来自龙南的暴打后 他也意识到自己体型上的不足 月导便开始疯狂地锻炼 现在的他已成功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 好成和止住 虽然没有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但是凭借好成今天的做法 以及铁生的那半句话 折盾也猜出事情的大概 于是他便让米奇将高健泽带到自己面前 再见到高健泽那慌张的眼神 以及铁生的怒火后 折盾显然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于是他让高健泽与那名同伙留在原地后 便让其他人离开了现场 可这个时候高健泽的那名同伙却因为恐惧想要逃跑 只见折盾面对这位破坏凌莱名声的败类直接一脚踢出 这一脚可是折盾全力的一脚带着守护凌莱名声的一脚 那名败类被这一脚直接踢飞数米之远 一旁的铁生也对这一幕震惊不已 呆呆地说道不愧是怪物折盾 而折盾在做完这些后便转身离开 现场也只留下了那两名败类以及发现怒火的铁生 至此铁生也终于完成了约定提自己的妹妹报了仇 而自己中意气的大哥好成 以及凌莱那位公正的怪物折盾也将永远赢在他的心中 可就在此时一名投察围巾的少年却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位投金少年乃是最近刚刚入学凌莱的第28届新生 而他此行的目的是来找铁生宣战的 在那名投金少年的心中自己将来必将成为凌莱霸主 而铁生则会成为武装新一代的头目 当那一天到来他所带领的凌莱必将会向武装宣战 然而他这个梦想必然只能落空 因为面前这位铁生的确成为了武装第六代头目 可是他却没能成为凌莱的接班人 在这一天到来他所带领充战的